娱乐圈恐怕是每个人都想进去的圈子 虽然娱乐圈鱼龙混杂 但是只要能够成功进入娱乐圈成为明星 那可谓是风光无限 吸睛无数 而对于娱乐圈里的新二代来说 他们似乎生下来就比普通人要更有优势一些 因为凭借自己父母在娱乐圈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网 他们无论是在剧组还是活动现场都会受到额外的关注 很多人觉得新二代没什么实力就是靠父母走捷径 其实自身比较优秀的新二代也很多 比如曾国祥 听到这个姓氏 很多人已经能猜到他的父亲是谁了 是的 他就是曾志伟 大家对曾志伟非常熟悉了 无论是在内地还是港台地区 他都是非常出名的男演员 同时还是一位比较厉害的导演 当时他还在当导演的时候就拍过很多的电影 而且他还经常自导自演 自己既当导演又当演员 曾志伟用他独特的演技 以及幽默风趣的性格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 在很多电影中 只要他一出场 很多观众都会沉浸于欢笑之中 曾国祥出生于1979年 上面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漂亮姐姐曾宝依 后来他成为了知名主持人 歌手和演员 巨星父亲曾志伟 在香港总有忙不完的事 曾国祥从小跟着外婆妈妈在加拿大长大 16岁时 曾国祥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电影 人生想起白目点亮 大荧幕里的一方世界令他痴迷 带着对事业和爱好的思考 曾国祥考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 这也是他感兴趣的学科 但是他毕业后进入电影行业时并不顺利 但作为香港影视圈大佬曾志伟的儿子 他并不想活在父亲的光环下 因此从不接受老爸的帮助 宁愿从当剧组杂役 龙套配角开始步入演艺圈 在片场 他经常没有时间睡觉 一工作便是一整个通宵 但对曾国祥而言 最奢侈的却不是一两个小时的睡眠 而是自己终于有机会站在摄影机前 看看镜头中的世界 曾国祥曾拿着自己的剧本 照各家投资商 但是都遭到拒绝 很多人说曾国祥要是靠父亲 早就名声雀起 并拥有自己的电影公司了 但是他就是想靠自己的实力 曾国祥回家后 花很长时间修改了自己的剧本 最后终于有公司为他投资 于是就有了《恋人叙语》 《反响非常好》 并凭借《恋人叙语》 获得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新导演提名 2016年 他的七月与安生横空出世 影片上映后 就以黑马姿态迅速走红 入围了包括最佳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等 6项台湾金马奖提名 并让女主角周东宇和马思纯 同时获封影后 而曾国祥本人也终以导演身份 受到了业内广泛关注 而这时 曾国祥已经在电影圈默默打拼了十多年 直到年近40 才凭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拼成了著名编剧和大导演 去年10月 曾国祥的《少年的你》供应后迅速走红 成为现象级影片 播出一个月 总票房就突破了15亿 观影人次高达400多万 豆瓣评分8.4 可为票房口碑双丰收 曾国祥不想活在父亲的光环下 他表示 凡事要靠自己才能活得心安理得 曾国祥如此优秀 难怪曾志伟不公开 曾志伟和成龙一起现身KTV 视频中的两人举止放松 一身休闲衣服 毫无明星架子 背景里放的音乐 正是两人已故好友梅艳芳的《夕阳之歌》 只见曾志伟和成龙两人十分投入 完全沉浸在歌曲营造的氛围里 曾志伟和成龙招牌性的口音 会在一首歌里形成了绝妙的歌曲氛围 不同于人前的大佬 两位表现出了出奇的平民特质 曾志伟边唱 还边用眼神去票旁边的大哥 两人默契附和 让人不禁感叹 大佬们的私下聚会 竟是这般的随意休闲吗 但是说来也怪 两人一起的化学氛围 竟然无比的亲密无间 让人好奇 这两人同样都在娱乐圈呼风唤雨的大佬 什么时候关系竟然这么亲密了 其实先有人知道 两人的关系已经有了几十年深厚的积累 堪称低调的楷模 两人互相认识时 彼此还只是圈中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1976年 做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曾志伟 被刘家良导演赏识 奔赴台湾谋求电影发展 后辗转重回香港 并和成龙先后在邵氏 家宝 家和等电影公司中工作 据传成龙当年是经曾志伟的再三游说 才同意加入家和的 为此 红金宝和曾志伟出现了不愉快 还传出了封杀令 谁用曾志伟便是我的敌人 当然 事情的真假如今只有当事人知道 不过这也侧面印证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 成龙因为从小迷恋武术 练就了一身好身手 正在奔波在各个电影片场 从武行做到了龙套演员 两人都是愣头青 没有别的 年轻就是两人最大的资本 都想凭着一腔热血 在光影世界闯出一条道 成龙的招牌是拿命薄 在那个没有特效 不会抠图的年代里 所有危险情节 为了荧幕效果 拒绝替身全是真上 每天出门就像奔赴战场 不知道明天何意外 哪个先到来 曾志伟此时 更偏重于在电影里 当着出场没几秒钟的配角 但他的个人表演风格 已经开始显露 虽然荧幕的焦点 还聚焦不到 他们平平无奇的身上 时间从来不会亏待 对电影上心的人 1987年 从台前演戏 到幕后编导的曾志伟 已经在喜剧方向 更加炉火纯青 也颇具心得 在武打电影中 修得金刚不坏之身的 名场面制造者成龙 也对武术的画面呈现感 有了更高的标准要求 龙兄虎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成龙曾志伟 共同指导的首部电影 集合了喜剧 武打冒险元素 并且请来好友谭永林 关志林加盟 电影的表现手法 是80年代期间 最为成功的电影模式之一 救人夺宝 环游世界 在商业喜剧的路线上 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影片推出后 市场反应出其热烈 不仅斩获了 3500多万的高票房 这也成为当年 为数不多最卖座的电影 颇有一览众山小质感 第一次合作 就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功 足以证明两人的默契 也为两人以后的合作 扑下了路 虽然台前风光无两 可是成龙幕后 却差点因为拍这部戏 险些丧命 那是在国外拍的一场逃跑戏 两人追捕成龙 成龙需要跳到一棵树上 拍了两遍后 曾志伟觉得效果很棒 就事已过了 也担心成龙在半空中的安全 但成龙觉得自己跳完后 落地不够灵活 坚持要再拍一遍 这时变故发生了 树枝承受不了重量 突然折断 成龙直接从半空中 砸落到地上 成龙当时只觉得头很胀 源源不断的血 从鼻子冒出来 曾志伟看到吓坏了 赶紧打电话回香港 给到佳和的老板说明情况 请对方想办法 幸好当时 佳和老总联系上了 恰巧在此处讲学的瑞士脑科医生 彼得逊前来动手术 等待手术过程中 所有人的心都是悬着的 成龙昏睡过去后 一直挣扎着想醒来 但是周围声音却越飘越远 在后来一片混沌中 他听到了口哨声 谭永林在旁边吹口哨吹的是朋友 等他再次醒来后 发现曾志伟和谭永林就在旁边 他们见他醒来说 王八蛋 你知道不知道你多幸运 那个医生刚好在这边讲学 成龙这才捡回一条命 也经过这次大难不死 他和曾志伟之间的友情 多了份同生共死 大难逃生的味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